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姜切成天 加入盐 盐试炼要多一点 一点点胡椒粉 这样能有效去腥 加入加饭酒 既增色又去腥 用手揉缩 充分入味 炎至10分钟 加入烧起白糖 下面我们来开始调和 面粉30克 主要挤硬度不会软 玉米淀粉10克 这样炸出来这么酥 加入一个蛋黄 增加颜色 炸出来既好看又好吃 加入一点点毛毛盐 适量的清洗 用手抓圆 直到调出的后拉丝不断即可 这样能更好的吸服在鸡翅上 捞出腌好的鸡翅 放入胡椒 让每一块鸡翅都均匀的裹上后 再准备一些面包看 食材就准备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炸这 锅洗净烧干 加入适量的鸡油 将鸡翅外面均匀的骨肠面包汤 这样炸出来的鸡翅既好看又好吃 鸡翅要如何的下入锅 这样既好看又不会沾太多的面包汤 做出来也没关系 油温不要太高大概四十秒 一是给鸡翅定型 二是让鸡翅泡熟泡透 鸡翅金黄归酥后露出 防止炸的太多果 这是第一天哦 露出油里的浮炸 防止油变黑 动头一来咯 将油温升到溜成热 再次下入鸡翅 后大五秒 这个能逼出鸡翅中的油脂 吃起来更酥脆 力出 不话说的好 什么东西裹了面包抗一炸 怎么炸的我是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掏出 感谢观看